在韩国一共有4万5千家宾馆 然而65%的入住客人是来做运动的 其中45%的人是带着别人家的运动员 因此韩国诞生了一种特殊职业 桌奸侦探 男主老江是一个停职两年的警察 因为桌奸经验丰富 和助手阿光开了家桌奸事务所 别看阿光傻头傻脑 但对于案情却非常敏感 由于身份特殊 老江从未向任何人透露过 开侦探公司的事 就连同为警察的妻子也被蒙在鼓里 以至于妻子认为他在外面招风影蝶 正和他闹离婚 这天一位名叫阿珍的女人找到老江 他怀疑自己的富豪丈夫有外遇 希望老江帮忙捉奸 根据阿珍提供的信息 老江很快跟踪阿珍的老公 朴正欢来到了一家宾馆 在走廊里 老江偶然撞见了一对嬉闹的男女 多年办案的经验告诉他 这对男女很可能是来做运动的 老江假装敲锁房门 确认一下朴正欢房间里的情况 不出所料 房间里果然有一位貌美如花的妹子 万事俱备 老江回到隔壁房间 只等委托人带人来捉奸 但他没想到 来捉奸的竟只有阿珍一人 他还是不敢相信发生的一切 哭得离话待遇 想来心软的老江 无法狠心逼迫 柔弱女子 只好先安抚他平静下来 两人一边喝酒一边聊天 可喝着喝着 老江却渐渐晕了过去 等他再次醒来 发现自己光秃秃不说 旁边的阿珍 也光秃秃 死在了床上 还没等老江 缓过神 隔壁 却突然传来了一声惨叫 他过去一看 结果发现 阿珍的老公 朴正欢 死在了床上 他赶紧抓住房间里 朴正欢的情人 问名缘由 女人表示 他才是朴正欢的 正牌妻子金姐 而阿珍只是第三者 老江彻底懵了 等看了金姐的身份证后 老江这才相信了她的话 为了自证清白 他赶紧查看监控 万万没想到 监控不仅被人动了手脚 连内存条也被人拿走 没有了监控作为证据 而且现在只有他们两人 如果报警 那他们就是最大的嫌疑人 洗都洗不干净 无奈之下 老江只好叫来助手阿光 帮忙处理尸体 在清理完血迹和指纹后 随即便带着尸体 跑到荒郊野外 给埋了 第二天晚上 老江带着阿光 偷偷潜入阿珍家里进行调查 在阿珍的抽屉里果然找到了和自己相关的很多资料 老江欲发肯定 我准处理尸体 好在做笔录的时候 金姐只是说 丈夫失踪联系不上 老江这才松了口气 四日老江副职回到警局 却不想再次看到金姐来警局报警 他告诉警察 他的丈夫好像有了别的女人 他经常看到丈夫给那个女人打电话 一听到这话 老江的心又提到了嗓子眼 根据这条线索 警方很快就能查到早已死去的阿珍 国不其然 在这次失踪案的讨论会上 新人李警官就告诉大家 金姐的丈夫朴正欢 之前一直和阿珍有联系 只要查到阿珍的下落 就能查到朴正欢去哪了 听到这话的老江慌得一批 毕竟阿珍和朴正欢都是自己埋的 事已至此 老江只有敢在同事们发现真相之前 找到凶手 随后他跟着李警官去找阿珍的男友 二狗调查 二狗是一名健身教练 是阿珍在健身房认识的 可后来阿珍绑上了富豪 就把自己甩了 他已经很久没跟阿珍联系了 听完二狗的回答 老江有些奇怪 感觉他回答得非常流利 像是提前准备了似的 毫无破绽 两人只能放他离开 随后老江又来到金姐家继续调查 金姐别墅的保姆告诉老江 金姐和丈夫的关系并不好 经常看到朴正欢家暴他 听到这话 老江似乎明白了 转身来到健身房质问金姐 是不是因为你家老公家暴你 又出轨其他女人 所以你怀恨在心杀了他 金姐听完很是愤怒 觉得自己被冤枉了 二话没说 当场暴走 老江不死心 偷偷跟在金姐身后 观察他的一举一动 但这一幕金姐早已知晓 金姐告诉老江 自己确实经常遭到家暴 也曾动过杀人的念头 但他实在没勇气下手 说到痛楚 顿时泪流满面 美女落泪 再次戳到老江的软肋 毫不犹豫地 借了个肩膀给他 第二天金姐给老江打去电话 说有歹徒持刀闯入他家 老江赶紧开车前往 正好碰到歹徒从房间跑出来 老江一路追赶 在一个幼暗的巷子里和歹徒打了起来 歹徒也是个练家子 一个拦腰抱起 狠狠地将老江摔在地上 幸运的是 仓皇而逃的歹徒 把刀落在了地上 此日让老江最担心的事 还是发生了 警方找到了老江埋藏的尸体 老江面色铁青的质问金姐 认为一定是金姐告诉了警察 金姐没有多说 只表示自己想要下车 老江不听 没想到金姐却直接从车上跳了下去 身体一点没受伤 难道是身材好就真的弹性大 老江一路追问 金姐就转身甩给老江一巴掌 并还委屈得不行 老江的软肋又被金姐拿捏得死死的 姚振欢的葬礼上 金姐浓妆艳抹 最气人的是 丧服里面竟然还穿了黑丝 老江走来安慰金姐 金姐却从黑丝里拿出香烟 问老江要打火机 果然金姐一系列骚操作 成功引起了老江的注意 不久后 有人将案发当晚的监控录像送到了警局 好在有人动了手脚 画面十分模糊 但不幸的是 李警官却通过监控 找到了两名当晚入住的房客 真是老江当晚撞见的那对狗男女 两人一言认出了老江 老江见大事不妙赶紧逃跑 但还是被李警官带人抓了回来 然而现实赤裸裸地摆在小人物面前 两人还算是像 不停 ah 不停 快 dir我 你eme Regard 你惊记一生 就是意来 我ưng不是 我认真一定会不确 那个人 与你关注 拜托 那有什么 我打起来 准了 很快鉴定科打来电话 说刀具鉴定结果出来了 这是一把体操选手用的刀具 而且健身教练也可能会用到 老江立马想到 阿珍的前男友二狗就是健身教练 老江又通过二狗的违装罚单 查到了案发当晚 二狗确实去过宾馆 老江本想向上级报告此事 不料李警官却突然冲上来 想要逮捕老江 原来李警官拿着老江的照片 去找过宾馆老板 老板表示 案发当晚老江确实来过宾馆 得知情况不对 老江一脚踹开李警官落荒而逃 关键时刻 助手阿光突然出现 一铁锹打晕了李警官 老江带着阿光四处打探二狗的消息 终于在健身房的门口 发现了二狗的身影 老江一路追击 最终把二狗逼到了天台上 面对老江的枪口 二狗交代了一切 原来案发当晚的阿征 是想让二狗杀了富豪朴正欢 并答应给他一笔报酬 但金姐得知消息后 随即许诺了更丰厚的报酬 让二狗顺便把阿征也杀了 然后栽赃给老江 老江这才发现 原来自己一直被金姐利用 不仅帮金姐处理了犯罪现场 还帮他掩埋了尸体 这时二狗突然偷袭 打掉了老江的手枪 正当他准备一棍子 解决老江的时候 老江的警察妻子带人赶到 原来在老江追捕二狗的时候 妻子就一直跟在他的后面 虽然妻子听到了一切 但他的证词不能成为证据 现在二狗死了 唯一能证明老江无罪的方法 就是抓到经济 故意放走老江并让老江打晕自己 等老江逃出去后 老江妻子就收到了一个快递 里面是案发当晚的录像带 上面记录了二狗杀人的犯罪事实 但老江埋尸的画面却被剪掉了 另一边 李警官带人赶到别墅 只见老江若无其事的端坐着 而荆杰早已消失不见 李警官也终于明白 荆杰才是真正的幕后凶手 可他没有证据 气得他只能无能狂怒了 电影的最后 老江被警局撤了职 继续干起了他的老本行帮人捉奸 这天金姐找人给老江送来了一份礼物 李警官是为了解 你能够帮助我吗 你为了解你 你为了解你 我爱你家人的爱人 你能够帮助我 你能够帮助我 我能够帮助我 你能够帮助我 我能够帮助我 他人的经历 谁是谁 谁是谁 知晓立马躲进卧室反锁房门 知晓之所以被绑架 是因为他被黑帮老大桑彪看上了 桑彪喜欢收集年轻漂亮的女孩 只要是他看上的 他就会前方百计弄到手 而且从未施过手 可这次他并不知道 智晓的丈夫其实是个比他还要狠的狠人 曾经的马哥是一位令黑道的文风丧胆的前黑帮红花棍 曾用拳头活活打死一头牛 人送外号黄牛 但自从遇到如天使般的智晓后 他便彻底放弃了刀口舔血的黑帮生活 开始洗心革面 脚踏实地的和朋友合伙做起了海鲜生意 然而做生意可比黑道险恶的多 马哥不仅 他立马行动起来 在以前老乡时的介绍下 投资了一个帝王蟹的大生意 这种东西在韩国稀缺如今 投资三个月就能大赚一笔 未来能让媳妇过上好日子 自己挺直腰杆 马哥不惜再次向银行贷款一亿含元 买了五千只帝王蟹 可毕竟现在家里是媳妇管事 马哥还是试探性地向致孝 说起了投资的事 两人正说着 却突然被后面的一辆车追了尾 马哥要后车司机下车查看 好走保险 可司机却只是把车窗摇下很小的缝 然后拿出一打钱 让马哥自己去修车 而后座坐着的正是黑帮老大丧彪 车上还有一个他刚刚绑架来的年轻漂亮女孩 马哥可不是见钱眼开的人 司机急了 立马把钱甩在了马哥的身上 自己的宝贝欧把被欺负 再好的脾气也忍不了了 致孝立马下车找后车理论 他的美貌也成功引起了桑标的注意 一个月的时间转瞬即时 可远扬货船却迟迟未到 马哥与合伙朋友老朴心急如焚 这时运送帝王谢的老板打来电话 说货船走错了道 被别国给扣押了 听到这个消息 马哥顿时犹如五雷轰顶 为了安抚妻子 马哥特意在致孝生日这一天好好准备了一番 致孝很开心 但这一顿饭下来可得花不少钱 更何况马上就要还房贷了 为了让致孝放心 马哥脱口而出 说出了自己投资帝王谢的事 只要货一进来 他立马就能赚到钱 听到丈夫又带了一个意 致孝的心态当场炸了 还没等马哥拿出蛋糕 致孝就一个人神奇的走了 回到家的致孝 看到墙上他们结婚时的宣言 知道马哥做这些都是为了这个家 于是发消息给马哥道歉 并让他早点回家 但马哥万万没想到 此时竟有人闯进他家绑架他的老婆 这帮混混也太猖狂了 竟敢绑架一拳超人神马东西的老婆 简直是活你歪了 这家里有一个 CCTV 对方竟还主动打电话过来 说要是给马哥一笔钱 让马哥就这么算了 绑架不要赎金 还倒给别人一笔钱 这可是千古奇谈 马哥愤怒之瞬间爆满 侮辱我智商可以 但是绝不能侮辱我这身剑子肉 韩国的警察大家都懂的 马哥决定找斯嘉侦探查出妻子的下落 没钱的他转身找到一直拖欠货款的海鲜市场老板 很快侦探就从监控里查到 给马哥送钱来的车辆来自地下黑市 独场老板本以为他们是来买车或者是过来买药的 没想到侦探却得瑟地冒充检察官 要他把账本拿来看 这哪是做生意 明摆着就是闹事 没得了干就完了 但没想到遇到个狠人 最后赌场老板乖乖说出了实情 可做这种买卖向来都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从来不问别人的来路 幸运的是马哥从账本上看到他们每次交易的地点都在同一个地方 之后马哥又夜以继日地赶去交易地点查找 在这里一位做着皮肉生意的男子引起了他的注意 马哥猛然想起 这人不就是出事那晚临时堵住自己回家的男人吗 而男人也察觉到了不对劲 立即锁车准备跑路 马哥虽然拼命阻拦 但很快就被甩了下来 接着警察打电话来 要马哥前去认识 当看到照片上的女士不是妻子至孝时 马哥选者的心才放了下来 这边侦探通过女死者的信息 找到了她的丈夫 原来她当年也和老马一样 妻子被人绑架 收到了绑匪的钱 为了找回妻子 男子对黑老大进行了大量调查 现在妻子已死 他便将调查资料全都给了老马 翻开资料 老马猛然发现一张名片 跟那晚追尾司机 递给她的一模一样 果不其然 在名片上的贷款公司 找到了那晚的司机 马哥直接把司机 从办公室揪了出来 但这一幕也被黑老大 丧彪看到 不管马哥怎么严刑拷打司机都是一言不发 这时丧彪打来了电话 丧彪觉得司机已经背叛了他 于是用至孝的命威胁马哥杀了司机 在儿刑拆碎 儿丧彪 若将呀 司机已死 丧彪很快就答应 只要把他的钱还给他 他立马就放了滞销 挂断电话 马哥用刀在司机的头顶开了一个口子 然后一巴掌呼吱过来 司机苏醒过来 面对老大的无情 司机终于交代了黑老大所有的事 原来丧彪一直从事贩卖人口的勾当 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 只要是富豪们需要 丧彪都会把那些年轻貌美的女孩卖过去 特别是那些还不起债的年轻女孩首当其冲 最后他们发展成 只要女孩长得漂亮就绑来卖掉 姿色好的就能多卖点钱 姿色一般的就整完容再拿去买 如果整容都救不回来的 那也没关系 他们的器官还值钱 而且在每次交易完后 他们都会给女孩的家属一大笔钱 让人可笑的是 到目前为止 竟没有一个拿到钱后再回来找妻子和女儿的 为了救回妻子 马哥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拿钱和丧彪交换 于是侦探又再次冒充检察官 从警局骗回了那笔钱 马哥联系丧彪 约定交换地点 但丧彪可没这么讲信用 吩咐手下只要拿到钱就立刻干掉马哥 另一边 智孝在一个女孩的帮助下 悄悄撬开窗户 艰难逃走 怨开始 怨开始 怨员 告神 怨员 告别 怨 怨员 怨员 可刚跑到警局门口却不料 被提前一步到达的丧彪给截住 与此同时 马哥带着钱也赶到了约定的工厂 没看见丧彪的马哥对着小混混就是一顿揍 与此同时 侦探和朋友也成功偷袭混混 解救了一车少女 但自始至终也没有找到至效的下落 整当马哥离开时 不想却在工厂不远处碰到了丧彪迎面而来 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丧彪驾车疯狂后退 马哥狂踩油门紧追不舍 追逐中 丧彪嚣张的用至效的命威胁马哥 马哥不敢再撞 试图冲到车前截停对方 可哪知丧彪一脚油门直接把马哥撞下了马路 见老马没死 丧彪随即从车里逃出一把四十米长的斧头向老马砍去 丧彪对着马哥的车一顿乱砍 马哥则揪下丧彪一顿乱锤 一顿暴打之后 马哥又将丧彪甩出了车外 然后用他比石头还硬的拳头狠狠砸向了丧彪 丧彪被打得非常享受 毕竟一般人是享受不了这个待遇的 大哥拿出糖瓷脸盆将各种酒水混在里面 再一人咬上一杯 00年代的江湖管这叫做五湖四海 兵哥提了一杯肝胆香肇 干了这杯就是兄弟 那个年代的人讲的就是一个意 兄弟间的事都不叫做事 只要搬出官二爷错的一方就会低头 兵哥 你老家似乎不成人结了我的情 你在去面吗 我跟他老送几千人 你到底又没有结人这些 兵哥 你也不小心了 请我不要嘞 你留的卖不好管才吧 老送 来 不用送 律师 兵哥 谁把二爷请过来 好嘞 当的管了也得面跟我们说说 你打的姐妹就老送你去 明天啊 明天你给不切儿晃 兵哥握住兄弟的手 江湖不是打打杀杀 拼的只是人情世故 早已退隐江湖的二勇 找到还在道上的兵哥 二哥了的 哎 我现在精心换两个东西 一个多个时间 一个就是国表 你咋希望上国表的 你为啥呀 我给表哥暂时退 他从怀里掏出一大钞票 让兵哥给乔乔买套新衣服 这是道上的规矩 即便他曾是兵哥的大哥 求人办事 也要走个面子 二勇哥 谢谢 别别 我和你刷点事儿 二勇在做房地产生意 可是有人造谣 他开发的别墅里闹鬼 于是便想找兵哥 帮他把事儿平平 但任谁也不会想到 事儿还没等解决二勇 却被人捅死了 兵哥他们得到消息 马不停蹄地赶到二勇家 二勇哥是咋回事了 这些黑眼 照着这个小哥看 就好多 快到天亮的时候 就家也差不多 所以很像 在停车场 小孩可脱了 乔乔拿出厚厚一包钱 二嫂没有收下 兵哥还是把他放在炕上 这是对已故大哥的尊重 以二勇曾经的地位 大同道上的人物 都来家里看望 兵哥一一握手 悲伤之余 更多的是气愤 众人坐下仔细核对 二勇金盆洗手后 再也没有参与过道上的事情 更没有什么要命的仇家 也不听说二哥得罪的生人呀 十二天之内 必须遭到这 这二勇到底是得罪了谁 而且咱看法别说 除了点闪教权 我谁要躲到楼墙的生人 那看 毛森丽勇 就是像年轻蹭冷 像出头 这些小屁孩呀 不知道生气 最可怕的 兵哥猜想 肯定是小年轻 不讲武德 为了尚未偷袭老同志 二勇的葬礼上 哀乐用的是上海滩 兵哥也请来二勇最爱的国标 为好大哥送行 回去的路上 瞧瞧问兵哥 能不能不再打打杀杀 跟他去新疆做些买卖 可兵哥眼里只有江湖 放不下这帮弟兄 这时突然闯出一伙小年轻 二话不说 就打断兵哥的腿 乔乔立刻打给兄弟们 很快两个小子就被抓住 手下将他们一顿痛走 压到乔乔面前跪着 他问两个小年轻 为什么要来打兵哥 他们却声称认错了人 这番话没人会信 但兵哥却没有继续追究 年轻又来 则为大哥 不会和矛头孩子计较 但他还是带着小弟 在录像厅里看起黑帮电影 教会他们什么才是江湖 瞧瞧却又动起退隐的念想 他觉得是时候该和兵哥有个家 远离江湖的血雨行风 过上安静美好的日子 兵哥却让他拿过包 逃出藏在里面的手枪 人家公爱就手枪 该竟把枪忍了啊 咱们这种人 是咋会被赶掉的 咱们是哪种人 江湖上的人 恶不死江湖上的人 你看 现在你就是江湖上的人 有人的敌方就有江湖 经过奥勇的事情后 兵哥懂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即便功臣身退 也跳不出这个圈子 他手把手叫巧巧上膛 对着远处开了一枪 代表着巧巧也成了江湖中人 兵哥的一个小弟 从香港来看望兵哥 多亏有兵哥的照应 他在里面才没有遭罪 抬手就是一箱钞票和一块名贵手表 太隆重了 请兄弟们吃一顿就好了 男人又拿出一盒雪茄 那个年代 这可是大哥的标配 在香港你买保险 你要说你抽雪茄 人家都不当你西安人士 雪茄刀 刀 可即便是稳如兵哥 也会有尸体的时候 夜里他的车行经小路 打伤他的那伙混混 竟然阻了帮人拦住他的皇冠 司机下车要教训一下不知深浅的小子 没成想反背这伙人群殴 兵哥也不再忍耐 在手上缠好毛巾 一拳砸碎玻璃 霸气的下了车 拳拳砖打小年轻 但双拳难敌四手 更何况年轻人不讲道义 几个人架住兵哥 硬生生往皇冠上撞 当年还在江湖中时 即便家伙掉在地上 也只需弯腰捡起即可 没人感动他们一分 可今时不同往日 年轻人不知深浅 拦下兵哥的车 将他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车里的乔乔看不下去 拉开兵哥的包 拿出了那把防身的枪 对着天上开了一枪 震慑住的这群混混 扫了一圈后 又对天上开了一枪 这一枪是为兵哥开的 他要扛下这次的责任 虽然震慑住了小年轻 却也害得二人进了警局 乔乔拦下所有 坚称枪是自己的 因为非法持有枪械 他被判了五年监禁 可本该率先出狱的兵哥 却一次都没来看过 他在监狱积极改造 终于等到刑满释放 可兵哥也没来为他接风 出狱后的乔乔听说兵哥去了凤杰 跟着小弟做起了生意 乔乔也坐上了去凤杰的船 童仓大姐是名忠诚的教徒 吃饭前都要祷告 轮船即将靠岸 乔乔给小弟林家栋打去电话 不出所料 对方满嘴敷衍 等他回到舱内 却发现包被冻过 身份证和现金全都不翼而飞 有没有看来的黑女人 没有 性交大姐给老焦胡上了一刻 上岸后 他直接杀到林家栋的公司 可问起兵哥在哪里时 对方依旧左右掩他 我介绍一下 我妹妹 嘉宁 我们在大同见过的 兵兵呢 他人确实在奉劫 你来我也告诉他了 他没给你打电话 他忙他的大项目呢 估计挺忙的 听说是个发电查项目 他的事 我也不清楚 你怎么能不知道呢 不好意思 稍等 最后实在拗不过乔乔 只说他在发电厂忙项目 便借口离开 将乔乔晓晓在一旁 他的妹妹嘉宁接待了乔乔 话语间却不断重复 人的感情是会变的 乔乔察觉到不对 让他有话直说 人的感情是会发生变化的 这个很正常 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 实话实说 兵哥在这里已经有女朋友了 我看他是不方便见你 不意外 当我来 就是要让他亲自告诉我 你不用帮他撑话 他现在是我男朋友 这样 这个让他来跟我讲 我跟你没有关系 乔乔微微一愣 接着从容胯上背包 头也不回离开了这里 其实兵哥就在隔壁 可现在这个样子 他不知该如何面对乔乔 乔乔走在街上 听到有人在唱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满意的人跪在地上 送给了他一朵玫瑰花 瞧瞧心里起了波澜 就像歌词唱的那样 当爱情已经丧海苍田 是否还有勇气去爱 声无分文的他走在街头 看到路边在办酒席 便紧忙装做新娘朋友 坐上席面填饱肚子 接着他来到一家酒店 估计重施 混了一顿晚餐 虽说外面已经翻天覆地 但江湖谋生的手段 依旧受用 这时刚好一位 向领导的男人经过 瞧瞧有了赚钱的主意 他挥了挥手 叫出屋里的领导 女人越说越惨 直指男人不负责任 男人也心虚的不行 他掏出钱包 塞给他一叠厚厚的钞票 可乔乔却继续穿着袋子 男人只能进了包厢 从手包里又拿出一万 乔乔这才心满意足 背好钱袋子 在男人点头哈要的道歉中 匆匆离去 乔乔刚刚出狱 就被骗子上了一课 等他找到女人时 钱已经被他花光 生无分文的乔乔 这才有了骗钱的主意 拿到钱后 他还是决定去见兵哥一面 于是打了辆摩迪 准备去山上的发电厂 可半路下起暴雨 在桥下躲雨时 司机对他起了歹念 我们老婆在广东打工 都起了年多了 你看嘛 下这么大的雨 我们刷也好 他厌恶的甩开司机的脏手 可四下荒芜人烟 乔乔又怕男人有更过激的行为 于是灵机一动 他有个房子 你去看一下里面有没有人 去那里 你等等我啊 我马上进来 看司机跑远 他把保护在胸前 骑上摩托扬长而去 既然江湖上不再讲道义 那他也要顺势而行 乔乔直接去了警察局 报警称摩迪司机非礼他 接着留下兵哥的信息 果然警察将他叫了过来 旧情人五年未见 再见已满是尴尬 瞧瞧把他拉进宾馆 要当面和他谈个清楚 这五年的牢是替兵哥蹲的 他却一次都没来看过 甚至连出狱那天兵哥也没来接风 他却直言自己早已对江湖失去兴趣 我为你做了五年了 你提前十年出来 我以为你坐鲸鱼大门 你就在门口等着 你可死你了 你知道一个男人身上没有一份 心里是生死瘟 你知道我做出监狱的一场 我又一个兄弟来捡个 那心里是生死瘟 可乔乔还是不懂 当初他要退出江湖 兵哥总说一入江湖 身死海 如今却又劝自己 不要在意江湖 这时兵哥却说出了心里话 他不是想退出江湖 只是现在的自己 没脸再面对当年的小弟们 接着他拉起乔乔的手 感谢他救了自己 乔乔却换了指手 我不是做骗子 开墙的是游手 你忙呀 你确实 你出来那天 我咋地都应该去见你 还不忘 来 快货吧 乔乔看出这个男人变了 再也不是狭肝义胆的兵哥 他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凤杰 独自踏上回大同的火车 这位美女 你是去哪里啊 去武汉 武汉转大同的 山西啊 你到湖北找工作啊 你找工作你应该去广东那边啊 那你去了山西能找到工作吗 我正在帮自治区策划一个旅游项目 我们国家在五十年代的时候 发现啊 这个UFO经常光顾新疆的 你相信非典吗 相信 我见过 哎呀太棒了 啊 那是同道中人啊 你完全应该来我们团队啊 你让大家相信外星文明是真实存在的 干我们这个行还是要有一点宇宙观的 说白了我们 我们都是宇宙的九屠啊 我们有什么旅游公司 在克拉玛伊 我有一个小卖部 你呢 我就是你说的角度 什么意思啊 刚新满十方 本想两人的故事会就此结束 可十多年后 一通电话又将两人拉到一起 再见兵哥 他已经坐上轮椅 看着半身瘫痪的兵哥 乔乔没有说话 家乡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乔乔也成了江湖上的乔姐 经营着当年的麻将馆 掌管着一帮兄弟 还好唱的啊 兵哥被他安置在屋内 餐餐都有小弟送饭 他看着面前的吃食 他却突然恼怒 小弟根本不惯着他 直接当面顶撞 乔乔也冲进来骂了他两句 现在已经不是他的江湖 兵哥拖着病腿 强撑着就要离开 为了发电厂的项目 他喝酒喝到脑溢血 林家兄妹却将他踹了 又找了新的合伙人 他觉得自己就是个废物 只会拖累瞧瞧 弟兄们听说兵哥回来 都想来看望兵哥 可一个看不上他的小弟 却举着手机拍个不停 因为曾与兵哥结怨 男人要与他赌上一局 兵哥输了就要让出轮椅 结果兵哥真的输了 碍于面子 兵哥强撑着要站起来 男人还不依不饶 嘲笑他风水轮流转 看到兵哥被如此羞辱 瞧瞧抄起水壶 狠狠地砸在男人头上 在这片江湖上弱肉强食 才是不变的道理 这天乔乔推着兵哥出来散步 他终于将心结问出了口 为什么自己这样 乔乔还愿意收留他 乔乔也只是说 他还是江湖中人 讲的是一个义字 一直当个伪生会来找你了 想打通 只有你不会小缓 闷人小缓你 想的太多了 你咋的不闻啊 你家爷儿在那儿啊 跟他又生管戏了 这恒不恒啊 对你无情的也就不恒了 这病人跟你什么关系啊 就是个朋友 但是你看病你还是得让你本人过来 他现在就是揍不了炉 我就是想问他一下 又生白妇能让他揍炉了 咱扫一微信 周二周四我都在这边坐这儿 那个我把地址我都发给你 我们啊是中西一结合 还能给你们保命 在针灸治疗下 兵哥的腿脚渐渐恢复 他又试着去握住乔乔的手 却被他无情拒绝 隔天兵哥离开了这里 只留下了一条语音 和桌子上欠乔乔的费用 他们都是江湖儿女 男人的江湖是大步向前 女人的江湖是怀念旧情